然後X是什麼數?正整數 剛才同學講得很好 必要說X等於1的時候 你看1代替去4小於5 怎麼可以?可以喔 所以這個集合裡面有沒有一個元素叫做1 有,1是這個集合裡面的一個元素嘛 可是這跟我們題目要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聽懂我們的意思嗎? 所以這樣寫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很正常 初學者難免會這樣 這個正常 來,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這是一個好的過程 得大家習慣一下 那接著 我跟你講,看到這個東西還蠻好的 來,接下來 看這裡看這裡 看一下我們的投影片 你知道會不會很可以一下上一下下 來,集合的元素是不考慮它出現的順序 也不考慮元素重複出現的次數 譬如說,同學問你 1,2,3這個集合跟3,2,1這個集合有沒有一樣? 是一樣的 它的順序無所謂 然後 你看1寫2次 2寫1次 3寫3次 其實還是同一個集合 聽懂嗎? 這我們去年暑假都教過 我們現在就簡單帶過去就好 好,這是一個基本觀念 那接下來我們談素系符號 素系符號你們熟啊 來,段學問你 他N竟然不見了 你知道他這個空空是什麼嗎? 這大寫的N啊,你要對照一下客觀 全體自然數所精釋的集合 然後再下一個人他要什麼? 又是空空 你知道這個空空是什麼嗎? Z Z,大寫的Z 然後再來 好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 有理數是Q 我的天啊 怎麼會這樣? 然後再來 3分之1嘛 有理數 你知道 再來是什麼? R NZQR 然後最後一個是什麼? C C是代表什麼數? 複數 比如說2加3i 這個真的有點問題 可是你知道素系喔 它是一個不斷 這樣講嗎? 我想問你 正整數這個集合 它是不是包含在整數這個集合裡面? 欸,同學 這個包含的符號 我之前熟加碼交過 有 正整數是包含在整數裡面 然後整數又包含在哪裡裡面? Q 這是有理數 然後有理數又包含在哪裡? 時數 然後時數 它其實又是負數的什麼? 的一個部分集合 所以我們以前講說 素系它是一個什麼樣? 包含關係式的一種不斷擴張的過程 素系就一直不斷擴張 對不對? 我們從正整數 進入到整數 再來有理數 時數 再來到素系統i 有虛數的概念 素系是一個不斷擴張 而且是個包含關係式的 不斷擴張的過程 好,那接著 沒關係 這個投影片有一點失誤 我們不管它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投學紫集合 紫集合你們有學過對不對? 你知道什麼叫紫集合嗎? 紫集合是這樣子 如果A集合裡面的每一個元素 都可以在B集合裡面找得到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102班的同學是不是一個集合? 對 那我問你 123這第三排 從少教練開始 一直到教訓 這個第三排的同學 這12345 這五位同學是 這也形成一個集合 那這個第三排的同學 所形成的集合 在102這個集合裡面 是不是都可以找得到? 對 所以第三排其實就是 102的一個什麼? 集合 就這個概念 就是這個意思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用這個符號來表示 這個符號叫做 包含於的符號 A包含在B的裡面 那B包含A的意思 好 這個內作A包含於B 接下來 而且你要你知道這個符號叫做什麼? 叫做B包含A 好 這個反過概念叫B包含A 好 這個很快過去 例如 來同學你看喔 你看123這個集合 是不是包含在12345這個集合裡面 對嘛 沒有錯 這個集合裡面的每個元素 在這裡都找得到 來第二個 規定 空集合是任意集合的直集合 同學這句話把它畫起來 課本上我找到這句嗎 有 有啦你找一下 來 來你先找一下 對空集合是任意集合叫什麼 子集合嗎 有沒有看到這句話嗎 有嗎 有嗎 然後有這句話嗎 好 我現在有寫一個東西 這個我寫在這邊 來 接下來同學回到你的筆記喔 我要講一個重要的東西 好不好 來 對我接下來就要你的筆記喔 來我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同學這個叫做什麼 我問 空集合 空集合對不對 那空集合的寫法一定只有這樣嗎 不是 它的另外一個寫法是什麼 所以集合外面要寫什麼號 大括號 空集合 它是一個集合 那集合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叫空集合 來那我現在寫一個東西喔 來 同學我問你 這個東西是不是空集合 不是 不是 這個東西它是一個集合 而且這個集合裡面有個元素 叫做誰 定義叫做零 你聽什麼意思嗎 好 那我再寫一個東西喔 來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什麼 你看到這個東西你覺得它是 一個空集合 這是一個集合 這個集合裡面有幾個元素 有一個元素 那一個元素的名字叫什麼 空集合 那有些學生 他出學者他聽到這裡他就說 這什麼鬼啊 所以這個空集合 它本身也可以看成是元素了 這樣講對不對 對 其實這樣講也可以說是對 這個集合喔 來仔細聽喔 空集合 這個符號它代表空集合 可是當它被擺在另外一個集合裡面的時候 它也可以被當成是什麼 當成是一個元素 所以它具有所謂的雙重身分 這我已經講過了 對不對 它可以是集合 它本身是集合 但是它也可以被看成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元素 那它的身分是什麼 雙重身分 雙重身分 它本身是集合 但是當它被擺在另一個集合裡面的時候 它可以被當成是一個元素 它可以是集合 也可以是元素 聽懂嗎 它是都OK 看它被擺在哪裡 我現在喔 我要講一個 對你們來說 初學者 蠻重要的一個問題 來 這一個題目 這個拜託同學要寫上去 來寫一個例子 對 這個要寫上去 這個初學集合 這個題目 一定要是這個 可以把它學好 這個是以前 課本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現在課本把這個題目拿掉 我覺得有點可惜 我認為你們應該要掌握這個題目 好 那這個題目是這樣 它給你一個s 這是一個集合 這個集合長這樣 好 這個寫一下 然後問你下列何者正確 好 那我下面有很多選項 等一下這些選項 我們要同學一個一個來判斷 家列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哪一些是對的 哪一些是錯的 那究竟是為什麼 我不知道暑假的時候 我不會講過這一題 其實我已經有點大忘掉了 因為我們暑假的時候很歡樂 對不對 我們整天在那邊說 什麼定義就是規定 什麼定義就是規定 武器中衝中衝擊 手臂圈可見定 那是有毛病 對 我們那時候就整天在那裡 我記講了 我真的說錯了 我真的這樣 還記得第一個叫人 拳拉 拳拉 什麼拳拉 有什麼拳拉 有什麼拳拉 國際拳拉 國際拳拉 是不是在那裡 這拳拉是什麼 它是有拉 什麼拳拉 都你們講的 那個 哪一種拳 我先講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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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這 用一題就把它講 哇 哇 哇 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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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個題目 這蠻好的 我不是覺得你回去看一下我們暑假的那個 筆記碼 看一下你都知道 對不對 知道就知道 一下記憶就全部都回來了 記憶都回來了 那時候其實我講蠻多的喔 我們把這些品牌去試看 這個寫完喔 來 團學這個旁邊你寫一個小小的記憶 如果我們談元素跟集合的關係 我們會用什麼符號來說明 對不對 元素跟集合的關係 我們會用這個符號來說明 那如果是集合跟集合之間的關係 對不對 我們通常會透過什麼來說明 包含你 看他們有沒有彼此包含的一個情況 這個我相信這個符號的觀念 同學應該是蠻清楚的 應該是蠻清楚的 好 那現在我們是不是準備要來選項 下面這些選項哪一些是正確的 還是你要自己先做過 來 譬如說我問好了 今天是9號 那是不是從9號開始 6號是誰 來 從凱蒂1開始 凱蒂1個 這個隊友就說 對 來 同學你看喔 這個是屬於 屬於代表說 1這個元素有沒有在S這個集合裡面 我問同學 S這個集合裡面有幾個元素 四個 有四個元素 哪四個元素 有1喔 有2 有集合1 還有集合多少 12 那我問你 1這個元素有沒有在這個集合裡面 有 所以這個選項要不要打工 要 第一個選項 A選項是正確的 好 那第二個選項 錯了 29號 舉手 有 來 交換我問你 第二個對還錯 錯 錯 錯在哪裡 沒錯 同學它這個用包含語的符號 用包含語的符號的話 代表左右兩邊都要寫集合 可是同學1這個東西它不是集合 集合外面要寫什麼號 要寫大括號對不對 這個左邊這個數字顯然是一個元素 所以它符號在使用上就已經出現狀況 來 第二個選項 錯 這不對 來第三個29號在哪 29號在哪 29號在哪 書寒烏牛 來 這個第三個選項對還是錯 對 這個東西喔 同學這是屬於的符號 代表說它現在把左邊這個東西 當成一個元素 那這個是集合對不對 所以你就在這個集合裡面去看看 裡面有沒有一個元素叫做什麼 叫做他符 來看一下裡面有沒有一個東西叫做他 有 在哪裡 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它是對的 第三個選項要打工 這樣可以 來 第四個選項 39號沒有 3加9 12 12號在哪 不 來 稍微問你 第四個選項 對啊不錯 對 對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你看 集合包含於集合 好 這個符號是包含魚 那它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集合是這個集合的 什麼集合 是集合 那如果它是它的集合 代表這個集合裡面的元素 必須要在這個集合裡面怎麼樣 找得到 那我問你 左邊這個集合裡面的元素是誰 1 1這個元素能不能在這裡找得到 可以 在這裡 可以找到 所以沒有錯 第四個選項打工 它是對的 可以嗎 來那第五個選項 22號 在哪 來 請下我問你 來 這個集合 來 第五個選項 錯 為什麼 對 因為我找不到 來 這是屬於的符號 代表它現在把這個東西 當成是一個元素 所以你只要在這個集合裡面去看 看裡面有沒有一個元素 叫做集合2 沒有 找不到 所以這個選項想的是錯 32號 來 來 我問你 這個選項對 對 對 它是對的 變你 為什麼是對的 變你 為什麼 為什麼它對 變你 因為 因為 因為它就對 最好是因為它就對 為什麼 你先看它的符號使用 這個是包含於 代表左右兩邊都是什麼 集合 沒有問題 那這個集合包含在這個集合裡面 你就看這個集合裡面的元素叫做2 這個2 能不能在這個集合裡面找得到 可以 找得到 所以F是對的 來 還有誰沒叫到 2號沒叫到 2號在哪 瑞婷 瑞婷 瑞婷有問題 G這個對還是錯 對 G是對的 好 首先你看它的符號就是屬於 代表它把走邊這個當成這個元素 這個元素能不能在裡面找到 可以 在這裡 G是對的 來 最後一個 H 3月 3月它就3號 3號在哪 是 蛤 一直往生 比很強 那就13號 那就13號 13號是指 來 指合我問你喔 這個還是錯 對 對嗎 好 這包含的符號碼 那這個集合裡面兩個元素 1 2 是不是都可以在這裡面找得到 對 所以來 H是正確的 這樣子 可以嗎 漂亮 好 非常好 那接著來 同學請抬頭看這邊 哈囉 我們最後把這裡稍微講一下 我知道這很簡單 很快再過去 因為這不是重點嗎 來 各位你看這裡 空集合是另一集合的子集合 對不對 這個沒什麼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一個東西 叫文式圖 通常什麼叫文字 就是把集合用那個 叫什麼 圈圈之類的 那個包含關係有沒有 把它寫出來 譬如說 A集合包含在B集合的裡面 那我們A集合在這邊 那B集合起來怎麼樣 在外面 在外面就比較大 A是B叫什麼 只集合 這個同學你了解對不對 好 這樣OK嗎 好 那我們今天課程 就先到這邊就好 謝謝蘇涵